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我们来吹法国的外展能 英文名叫 Anginus S21 但法国的正确音叫 Anginus 正确的发音是否重要呢 是一点都不重要的 因为买家不知怎样发音 他们只会跟你说 Show me the green 这支外战人 改静的手工是非常不差的 整个镜头就中了在Leica of Summerron 里面 对焦准确,focusing又顺 如果你是在这些绝世刊物的话 除了查看玻璃有没有花、有没有层之外 最重要是查清楚这支镜头改弓可不可以 大家都知道 Canon、富士、Cooks、Anginus 都继续有出电影镜 价钱亦非常昂贵 撇除电影镜是用什么名贵的玻璃 又或最新的coating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为何这么贵呢 就是那个Lens Barrel 一般我们的摄影镜头 是没有parafocus 以及focusing position 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是因为这样 很多这些旧的电影镜 一改了之后 至少我眼中 是费了我至少一半的功力 问题是 如果你不改一支镜 又不能安装到今时今日的相机 矛盾位就是这里 我是主张改镜的 但麻烦,改得事事正正 至少起码被我用到先 我实际上都有好几支这些电影镜 每一支是正正常常的 除了一支公奇果的 Andrinus 50 1.5 S5之外 但这支镜被人欺负了 不是说笑,是说真的 Anyway 说回这支镜 不知为何很多出名的旧电影镜 都是Double Gauss的设计 这支S21都不例外 虽然Andrinus是出名做电影镜 但这支前身是做给Exacta的相机 即是135菲林相机 According to CameraQuest的网站 这支51.5镜头 生产期是1950至1957 According to外展能的官方网页 Andrinus在1958年转logo logo上面写着P. Anginus Paris 正正这三个字就在这支镜上 P代表Pierre Pierre Angénie 即是个创办人 同期有90mm 1.8 28mm 3.5mm 35mm 3.5mm 去到180mm 4.5mm都有 这么多粘粘种的镜头之中 这支51.5mm是最少有的 而当时的科技这么不发达 制造玻璃是需要人手去慢慢磨的 1.5mm当时来说应该不会太便宜的 但以下的推测是我认为没有任何参加 Andrinus 的承名作是它的 Retro Focus Design 在1950年开始生产第一个系列的Retro Focus R 名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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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么呢? 我去到外展人的官方网站 看看他们如何改新镜头的名字 我找了一支好东西 这支镜头叫做Optimo 30-72 T4 A2S 很明显地A 名为Anamorphic 而2x 的推测就是2S 大家不明白Anamorphic有什么东东 不要紧,我都是指上弹 永未用过这支镜头 R 名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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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A 名为Anamorphic S 是什么呢? 有机会是指Sepharical 即是指镜头玻璃面凸出了 差不多现在的所有新镜头都是ASPH A Spharical Lens 选择感觉,非球面设计 拍出来的东西是较铁一点的 第二个是外展人做今时今日 都是在使用球面设计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中 写着Sepharical Design 我放一条链在下面,大家去看一看吧 S21 S stands for Spharical 21是什么呢? 我一直在找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脂肪马迹 但是,sorry,完全无从稽考 难道当年Pierre Angénie很喜欢玩Blackjack 大家觉得S21 stand for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你 分享一下,我都很想知道 这支S21我又是在Jetho哥那里摊回来 玩了几个星期左右 用在Blackmagic 4K上面 以及Leica SL和Monochrome 都为了一句,使得镜的话 就尽量用不同的机器去试 尤其是这些古老神镜 外面真的不是太多摄像 影片摄像是绝不僅有的 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videographer 或者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所有的片和照片 大家都可以拍到的 这支镜虽然前身不是电影镜 但是用它来拍片 又真是真是挺正 有波波散镜不在话下 影人的肤色是真是挺滑、挺漂亮 很有那种organic feel 其实应该找个漂亮的model 用这支镜去拍摄 那便是Jetho哥 各位观众,如果你自问 在一个型男索女的画 而你有兴趣做我们的model的话 刘过然吧 我们保证你一定没有钱收 亦很大机会不会出名 因为这里也没什么人看 我亦不是什么名导演、名作家、名摄影师 想想一下也是挺悲哀 大家都是算吧 就因此不能拍人就拍花 当然主角一定不是对花 而是后面的散景 如果你是看我们的Facebook group 那些照片 你会留意到我拍照时 尤其是掃街 我是收光圈这样去拍的 但是拍片我就喜欢全开这样去拍的 因为我喜欢玩对焦 简单地说 拍照是拍照 但是拍片呢 就立体很多的 你在拍摄的项目它会移动 你可以用相机来制造一个Motion 你可以用一支镜去对焦 而制造一个Motion 当然也可以在后组里玩一下色 玩一下Editing 加一些音乐 淋淋种种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就是因为我喜欢全开感去对焦 这一支S21的问题就出现了 我炎支镜的Focus不够顺 以及不够稳定 你看这里 我需要对焦直着 一开始对焦的时候 有时镜头会移动 当然很大机会是我的手势不好 创造了一些Unwanted Motion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改功师傅的手势 而是影响和拍片的其中一个分别 就是因为不想有些无谓的震荡 电影镜是用PL Mount 还有很多时候 相机都挺巨型和重 总之就是一阔三大 那你或者会问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喜欢拍照而已 事实都是真的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我们大家千万不要继续停留在电影镜 就有电影味这种思维了 或者会说我完全对拍片无兴趣 我只是想用电影镜去拍照 究竟这支S21可不可以呢? 好 约于插在monochrome上面 so good away 一来又做些酒焦相给我们 我都说了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又不可以上网插人家的照片 来拍摄在这里 大家觉得这些照片懒的就插着一下吧 第一 装在monochrome上面 我觉得这支镜手感一般 有点头大身小 这一点绝对是我的偏见 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用惯之穿着就是SUMERON 35 第二 大家都看到了 这支镜拍出来不是死黑死白的 第三 因为试机试镜的关系 我最尽是用F4 大家看得出哪一张是全开感影 哪一张是F4 第五 我不想用这支镜拍无限远 其实说来说去 都是说自己的摄影起户 完全不怪镜事 与其是这样 不如自己看照片 大家有点赞 我会看到 在那边 也是 太多了 我会看到 她是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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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是带调 她是带调 她是带调 記住, 歷史名劇不是想推銷什麼神機神鏡 中了讀的人, 早知道這些機鏡的存在 絕對不需要我在這裡吵吵吵吵 看完又有興趣進入這些機鏡的話 千萬千萬不要問我哪裏有得買 因為層年舊鏡, 自知鏡都可能很不同 相對來說, 價錢也會非常浮動 其實在我眼中, 這些鏡頭 就像香港的物業一樣, 只有升升升升升 所以從不同的角度 這些鏡頭是一種投資多於攝影器材 相信我的常用機鏡就是這套鏡頭 正所謂, 隆藏不及久逗 大家說是嗎? 今集就出到這裡了 現在就去逛街做瑜伽位 就這樣, 拜拜!